立法會的意見當然是一個普通的情況裏面去解釋 但是過了六個月,這個情況當然不是普通 因此我在三月底透過秘書處 如何解決來會的問題 尋求外間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我已經收到資深大律師的意見 總括來說,外間資深大律師確認 在新任主席上未選出前 現任內會主席具有一官權力以處理內會的事務 資深大律師是認為郭亨議員在選舉主席時所採用的方法 與主持選舉議員的職臨並不相符 郭議員,讓內務委員會討論多項 難以看到如何與內會主席選舉相關的事項和議案 內會主席李慧琼議員是有責任和權力去處理因選舉主席出現過度而引之的問題 特別是處理重要或急切的事務 我會將所有的法律意見 又能Addable Go fi US przeci wahr 所 настолько市民認弄很多責任 Republican bank 所以將其店內委員有定全付 PAC 由內會國內會ür也入較為管理 由內會委員ご確認 讓內會去搭配當內會には採用 自己去做決定的方法 當然很明顯的是 現任的內會主席是有權 以及有責 去處理 6個月內都未選到主席 即下來的緊急事項